Delle Bите 所有的色彩,它都是我們生命裡的一個點 當那個節點開始的時候,我覺得我自由了 我覺得這個語言是無限的 我可以大膽随意地去運用色彩 生命是人類始終貫穿在歷史裏邊的一個主要話題 今天我們對生命的這種關注可能是最強烈的 我的作品在今天 我覺得很多藝術形式它是很自由 希望我以東方的這樣一個個體的代表 去表現我對生命的一個視角 體會到天人合一的一個世界觀 神賜於你,感受性,你的性存,你的激情都哪來的 我覺得那是藝術家所要接受的 是藝術家所要接受的 整個在鋪底的過程中 也是拋開過去的認知 我追隨每一天的這種感受 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光你的色彩 都是給予我的飲料 我要把它表現在每一層的畫面上 把它疊加的一定的厚度之後 我再用刀把位置的過去已經遺忘了 我覺得它是隱藏在潛意識裏的 這些密集的能量 我希望它是給人一種力量的加持 水界它也是不同的生命狀態的體現 孕育生命的那種狀態 異象的山 無形的水 我覺得刀客的作品是在釋放 山水的作品是在孕育 對我來講也是一放一收 它有一個整體的對生命體的闡述 自足圓滿的時候 它是一種生命最高追求的那種幸福感 Hello 大家好 我是藝術家江淼 感謝各位來到白石香港 來觀看瑞日江淼個人藝術展 感謝大家